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兔兔 我这样做的是圆盘果冻细胶加 质体脂肪补胸 因为本身我很怕热 然后我又不太喜欢穿内衣 那加上我胸部本来就小 所以说我不穿内衣 只穿运动内衣的话 整体造型看来就是平的 所以就是因缘集会朋友介绍来到这边 完全非常支持 我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 应该说我们家不是传统家庭 所以只要不要让身体有过多 会造成伤害的 他们都可以接受 吃了很多市面上的那种 各式风胸类的产品 但是吃了它没有风胸的效果 可是它让你的身材变风云 为了这次我买了好几十件的性感内衣 不然以往都是看人家穿 连比给你人家穿起来就是 身材很好穿 就像是小朋友在穿泳衣一样 所以为了这次我非常的期待 到现在半年了 我真正开始动是在拆线后 两个礼拜左右 但实际开始有在手部抬举啊 以及比较一些大动作是在一个月后 还是我真的比较大动 所以我让自己保持没有太大的举动 就基本上像个植物人一样吧 就是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家掺服 手术前我走在路上是 基本上不会有人想要盯着我看你 但是术后呢 特别明显感觉到我只要随便穿一件 比较低的小可爱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有没有化妆 人家的眼神肯定都是在你身上 但是夸张到我们去拜拜 我的家人说 你看上面那一排都在看你 我一开始都满排斥告诉他们 后来我发了一篇文章 告知大家的时候 我发现反应比我想象中的好 不需要去在意太多别人的想法 因为毕竟为自己而活嘛 那人生就这么一次 经济允许 那加上你条件也许可的话 那就建议大家不需要多想 想要就去这样子 如果想跟我一起变美 那就赶快行动吧 大家好 我是法乔医美诊所总院长邱静燕 以下是我们法乔的未降时间 请大家详阅至卡